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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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各位在場的先生女士 剛剛李宗盛所提到的 這個14加N 事實上是 我們事實上是會仔細在做 以後大概是三個月 會跟環環再溝通一次 每三個月 我們跟環環再溝通一次 然後持續去盤點 因為比農民各種東西 可能就不太夠 所以我們希望實際再去做下去 所以這裡頭大概是 可能有些東西我們就陸陸續再來做 因為需要做的事情還蠻多 現在盤點下去 我真的可以盤點一點多 但是有些東西 我們就要去弄一些輕鬆牌子 我看看有些東西可以做 我們現在來做 這個大概是 我們這樣來看 大概是我們從這個 我們叫做煙囪 就是固定污染的煙囪自動監視 如果是各位有作業型的手機的話 那你可以去下載 我們這個環境即時通報 環境即時通以後 你事實上就可以去 包括這個信使 我們這個固定污染的 每個電動都可以看到 它現在的台灣的情形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 附近的監視站的情形 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邊大概是 我們大概有這幾種的監視站 一個是空氣體質監視站 這個是我們所設的 還有一個是地上所設的 那另外是特殊公衛區所設的 還有一個是我們這個 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微型感測器 還有一些敏感地區的一個監視 大概是這樣 我們可以從這張圖裡頭來看 那這張圖裡頭大概是 就比較簡單的 我們就從性子裡頭看 就是從煙囪的一個雷器監視裡頭 可以知道 現在大概是有319根跟蔥 那有透牌是陸陸續續可以增加 我們打算是一年以後 大概可以佔近400多根 然後在兩年以後 大概可以佔到500多根 我們每年這個 大概最近會在公告第五批 就是讓它有時間再去做進步 再設一些東西 那其他的 包括特殊公衛區的監視站 還有一些這個 一些地方的監視站 所以總共監視站加起來 有多少 有200多個 200多個監視站 200多個監視站 現在我們發覺說 這裡頭密度最高的 光是高雄的小港區 密度最高 有21個監視站 光是一個 所以這裡頭很多資源 我們看到以後可能是要 重新再來分配一下 可能會比較好 這個就是說 我們從這裡頭的監視站 來看一看 大概總共是250個站 那這250個站是 一一一八八八 包括一松剛才排電的話 這邊我們是已經全部 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從今年的1月1號 開始全會上線 比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資訊公開的 以前大家 只是把它放在這個地方的 網站上面 就網頁上面 我們先把它提供到中央 這樣來看 你可以全台灣的地區 哪個監視站的資料 你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是以後再提供給大家 大家可以去使用 所以這裡頭大概是 目前已經是有 2005個站已經進來的 這個是目前的監視站 那這裡頭監視站 包括有316根的一個煙道 316根的煙道 這個都是幾十值 那幾十值 你當然是可以看得到 你從自動監視的一個站網 你可以看到 那你如果是要用 要把它下載 那你可以 我們有Open Data 你直接可以去拿這個 相關的一個 已經已經經過QAQVC的資料 你就可以拿去做一個下載 那即時的線上資料 也是可以下載 所以我們大概是前後的 這Open給大家來使用 那這裡頭大概是 我們包括了這麼多的監視站 那這個監視站裡頭 大概是 當然第一個 我們是用這個 像我們這個網頁的頭髮 大概就去顯示說 大概目前的監視的情形 這個國家的車站 大概是目前的車站 是怎麼樣 那地方的車站 還有其他的車站 車座的情形 那也可以去從這個 我們這個 車環境即時通的畫面 環境即時通 你可以去看 你這個在附近裡頭 你到底你的空氣是怎麼樣 你的水質是怎麼樣 目前的空氣 目前的這個溫度 大概是怎麼樣 以後會不會下 你再跟自己都可以看得到 對 它只要是跟你比較 跟環境資訊有關的 我們就盡量把它整合在這裡 那甚至是 你可以去看到 我可以去看到 這個性子的資料 就是說固定污染的資料 你在這裡 就可以看得到 那當然我們還可以 整合另外一個 這個叫做 愛環境的一個資訊網 現在大概都是用 四節化的設計 這是用土來說故事 這個愛環境的資訊網 大概是 也是在我們的網頁上面 你就可以去 去的話 你大概可以看到 這個附近裡頭 有什麼東西 你家環境裡頭 有關係的都有 甚至是已經知道說 我如果在這個地方 我真的是要找一個公共廁所 可不找得到 可以 你只要到這裡頭 你就可以找得到 有時候你如果是在外面 你可以是上這個 我們叫愛環境 這個愛環境 這個網站上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當然這個 Hopen Data 這個是我們實際在推動的 那這裡頭 大概是 大家比較關心的 石掛葉 那石掛葉 那石掛葉大概是 以前我們都會覺得 是說 好像是政府要去監測 這個 我們是算 我們是希望說 特殊公衛區 它自己要發險來監測 像六千 我們就是一定要加到說 這個 你們自己要發險來測 那我們可以在附近去做一個比對 看看一個實際監測的情形 到底 數據是對還是不會 有些東西 而且必須要請公文給大家來使用 那這個是 我們這裡整個 六千的 像這個 特殊公衛區的 建設站 大概是我們都是 都採用這種區域 那這裡頭會包括 像高雄 剛剛講的 林野跟大社這個地方 還有 這整個 整個 特殊公衛區大概都一定要進來 那這個 我們可以從這裡頭來看 大概是包括 林野公圈 林海公衛區 還有 還有科學園區 六千 那這幾個 大概都是 必須要把資料都放到 環保單位來 然後環保單位再把它open出去 讓大家 第一時間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裡頭 實際上 是所有的東西都是 都公開的 讓大家 第一時間可以去看 整個 工衛區的 一個 監測站 測的情形 那這一個是 當我們把所有的監測站 把它弄在一起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個全部都是密密麻麻 那當然 有 環保室的mark 那個就是環保室的國家型的建設站 其他的大概就是 有各個不同單位當中的建設站 那這裡總共加點就是2005個站 你在這個廣頁上 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是分開看 要看地方的 要看大集資 要看特殊工衛區 所以你都可以去看 從這裡頭 你可以知道說 目前的狀況大概是怎麼樣 再來再提到 微型感測器 微型感測器 這個大概是 我們這一次大概是 已經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計畫在做了 以前大概是 就是建設站大概是一個站 大概是五六百萬 如果是加上每一年的操作 我一回大概是要一百萬 所以大概是每年要這樣輸出去 那到底需不需要這麼多 昂貴的設備 還是說我用微型感測器 我可以去相對的 雖然比較不準 但是可以拿到一些數據 因為大家需要的出距量 是要蠻多的 你可能每個路口就是有個差異 每個路口都是不一樣 那到底是哪一個為準 那我們就盡量去呈現多一點的數據 所以這個是微型感測器 大概是我們是希望 透過比較大規模的補件 基本上是希望說 在四年之內 要補一萬零兩百個點 台灣一萬零兩百個點 那有兩百個點 其他有兩百個點 為什麼是兩百個點 那兩百個點叫做高階感測器 就是比這個我們低階感測器 可能還在高一點 就是它準確度會高一點 這個叫高階感測器 那這裡頭包括遜中的Airbox 還有這個剛剛所秀出來的 這個大使的這個 Michael先生 我們現在是裝在這個 關於工業區 這一個 這個是在關於工業區裡頭裝的 那這個確實這個 已經有達到一些效果 那我們可以這樣看 這個是比較大型的計畫 比較大型的計畫 這個是希望說四年之內可以把它做起來 那這裡不是只有做空氣的 我們是希望包括水的 那可能包括土壤都可以來做 所以這裡頭 我們叫做環境領異的物聯網的計畫 那我們當然除了空氣 一萬零兩百個點之外 就是希望說這個 將來水質的監測 也可以做到一千人 水質監測 現在大家 每一次要射重金屬 都是要拿回去做檢測 我們希望能夠發展出來 可以測重金屬 而且直接可以拿到書記 這個才是真的 你一時間是可以感受到 那這個如果是真的做出來的話 這個台灣的科技就領先了 到現在全世界還沒有一個 可以做到這個重金屬的部分 那當然這裡頭我們可以看到 從連建的 這個一千間組件的一些研發 然後到裝束 再到固件 然後到這個驗證 為什麼剛剛提到一些 陛下驗證 我們可以看到 微型感測器 它真的很麻煩 它有時候 尤其是在高值的時候 它會有放大的效率 越高更放大越大 所以這邊陛下一個東西 去做校正以後 把它校正回來 所以它陛下一個校正的模式 所以我們這個後面 大概是會 會放過一個整個 一個資料的一個 智慧的利用 所以你在這裡頭 你會經過校正 然後經過比對 然後提供一個 比較正確的數據 這樣它的相對的誤差 會比較少 而且它的比對線 這可比對線 會比較好 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打算布點 大概是這樣去布 那這個 左邊這個是在 觀音公衛區 大概是布點 過了一百分 那最近大概是 經過這個布點 我們也曾經 已經去找到了 某一家 真的是在排放 這個抓到 這個就是說 當你做這個布點的目的 第一個 你要做的是什麼 Hot spot 我要知道 任區在哪裡 我知道這個任區在哪裡 我去鎖定這個目標 我就可以知道 它 烏蘭嶼什麼時候在排放 它排放的一個 pattern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時候 我們去抓 烏蘭嶼就比較好抓 另外一個是 放在新北 這個銀格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放在大銀行 大概有二十幾年 所以整個一個公民參與的部分 我們可以覺得說 這個 實際上是 維新感測器 這個和IOP的部分 可以結合一些公民參與 可以去做出滿多東西的 因為公民參與的部分 應該是這樣 第一個是 從民眾來參與 比如說 他自己參加的話 他基本上是有感覺的 那東西上面要透過自己參加以後 你會覺得說 這個我可以自己兩側 然後我可以自己的貢獻 這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然後可以去做烏蘭嶼追查 這個是一定要政府單位來做 那除了烏蘭嶼追查之外 還可以去做 我們叫做 智慧城市的智 城市的智理 這一塊 那為什麼說城市的智理 當你不點不做得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說 什麼時候有一個路口 現在這個烏蘭嶼很嚴重 那你要不要去把他們的秒差挑等一下 你要不要去做交通疏導 所以這個一定要結合都市的智理 才會幫你去做到自己 因為不是說 看壞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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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應該去做一些改變 當然最後還是能夠去做一些宣導 讓民眾可以知道 你可以知道說 目前的情形也可以去做 這個到後來 民進跟反省教育就可以結合在一起 那當然這個 這裡頭大概是從一些維新改成器裡頭 我們就看到不知道說 其實志工可以幫你滿足 這個有時候我們是 政府大概大概永遠是人數不太夠 也許是機場的人力實際上是不太夠 所以這邊大概可以做很多幫忙 從部門員他去找一些別 然後可以做一些社區 可以去看他來的污染體大概是有 那第一個是我們是去結合一些東西 這個是我們這個感測器就直接可以拿出去 然後這個是在武里這邊 大概是結合志工去做的一些東西 然後大概是就可以測到一些處去 那第一個是我們在馬虎造型的時候 這個從去年跟今年大概都已經去做了馬虎造型 然後這個是我們就把所有的書記都放上去 這個地方大概資料大家都可以分享 從堅塵站然後摩射去到個人的維新改成器 我們都可以做的 那這裡就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那其實這個3200這個還是 這個應該是第二高的 第一高的是四千多個維克 四千多個維克 那四千多個維克 你可以知道這個是不糟糕 還好今年降的滿多的 今天是有沒有 真的有去做這個大家的感受到 今年大家就非常的節制 那這個是我們把幾個資料把它串起來 你可以看它沿路裡頭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到底哪一個縣市 哪一個鄉鎮它是比較差的 你就可以知道說這個縣市可能必須要在重點 當然 裡頭有些比較高指的現象 我們這個高指都被判照 所以就是每一個高指 你可以對應一個他當地的一個照片 所以這個就會很清楚 那時候高指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可以去對這個 大概目前看了的 大概是看關心的哪一部分 大概都有 所以這裡這個東西 我們事實上是會把它放到一個重庫的展示 就是把它放到部分內容裡頭 大家可以去分享 從大家分享以後 大家又會有一些這個大家的一個力量 事實上因為大家的力量 那比著這個今年他們這個就真的好很多 我們今天這測試大概減得差不多一半 那這個是大概是 這個是這一次 這個應該是新的 這個我們上個月才去測的 這個可能大家還沒有看過 這個大概是 我們就是從台北市這邊先做 大概會做北中南 包括哪部會去測 這個北部的是已經先做完了 分成四條線 那四條線一測出來以後 大概是有一些這個 這是包括不同的 你是做汽車的 清貨車的 做檢驗的 做公車的 你到底它的呼錄量是怎麼樣 我們大概去做 那當然這個裡頭有些東西比較高 像這個就是你在那邊等車 在那邊等車 然後有一些東西進去的時候 是當它公車在開門的時候 那個瞬間的那個浮流量就很大 所以那你這邊可以看出來很多東西 那我們這個看出來的話 大概可以看到 汽車還是最好 但是汽車它基本上是一個污染的貢獻者 所以我們不推廣 但是在摩托車裡頭 也是看起來設置是比較高 再來是第二高的 第二高的是叫做腳踏身 然後再來是步行的 所以你只要是靠近馬路可以進的話 它的濃度可以高 然後你只要靠近遠一點的話 這個濃度就會越來越下降 那公車的話跟街裡頭的話 大概知道 平均值實際上還是算滿低的 所以我們跟輪輪測出來的東西 是比較有必要的 那第一個大概是 我們還是會擴大不公平參與 那這個是這個 那一天這個 我們這個 熟悅雲 那也給我的 我們再趕快去掉這個資料 它掉出來 確實是有 那一天確實是有 我們從VOC的資料裡頭 我們從這個 這個現場這個民眾幫我們解釋說 現在不到味道 我們馬上就可以掉出資料 然後就可以看到 這個在VOC裡頭 這個目前的清潔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以後大概是 我們還是會繼續吃VOC這種東西 就請和大家的參與 然後可能會判斷是這個 不一樣的東西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非常謝謝各位